好的, 介绍大家非常高兴, 我是伊森魂 那么今天我会给大家介绍三种产品 那第一个产品呢是 大家是不是已经挑战 受伤挑战呢, 为了大家调整自己的体重 我给大家准备了苹果多分 如果大家一听到青苹果的话呢 会觉得这是不熟的苹果 其实我们的这个青苹果是最嫩的苹果 大小有三到四厘米的这种苹果叫做青苹果 那么吃苹果的时候 可不可以吃这个红色的苹果呢 为什么选择青苹果呢 这个跟一般的苹果不一样 因为这个营养成分当中的多分 比一般的苹果多出十倍 所以减肥的时候呢 我还是推荐大家吃这个青苹果 那第二个呢 这个好吃的青苹果 怎样才可以方便地食用呢 而且这个一包呢 包含四十五个 青苹果里面所含有的多分 这是第二个原因 在这里我们提取的个别认证型的 Apple Penin就是 我们还有600毫米 好克 那什么叫做Apple Penin 简单来讲吧 这个成分呢 这个成分呢 可以遏制在血液当中 形成脂肪的这种脂肪 可以排泄出去 把这个脂肪排泄出去 是不是想尝一尝呢 我们进行了临床实验之后 发现 可以 让我们使用了十二个星期之后呢 发现 人体的脂肪和内脏脂肪 变少了 减少了 如果不吃的话呢 是不是会 不能减少脂肪呢 那吃完了之后呢 停止失去之后 四个星期还可以减少脂肪 那这个 什么样的形状呢 其实我 我先吃 我先尝过这个产品 是 一种果冻型 这样打开之后呢 就可以闻到 这个青苹果的味道 那咀嚼的时候 这个感觉非常非常好 非常爽口 里边有一个 另外的一个成分呢 这个成分也可以减少脂肪 我自己 我其实最喜欢的这个味道呢 就是有点苦涩的味道 我们没有 加入其他的 这个成分 所以有一点苦涩的味道 但是我觉得 这个苦涩的味道 还是挺好吃 每天 如果我们摄取 两包的话呢 就相当于我们 摄取了45个小的 这个青苹果 那么接下来 第二个产品是什么 我们 我们